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脑子里全是她呀 不行不行 要睡觉 要睡觉要睡觉 欢迎转到我们学校来 长得很帅嘛 谢谢您 成绩优异 运动能手 还获得了作文比赛的奖项啊 很厉害嘛 就是运气好些罢了 继续加油啊 麻烦你递给我粉笔和出金表 好吗 好 还有一位转型生 怎么还不来啊 请问是高颜老师吗 是啊 我是徐爱琳 你们俩相互认识啊 是 我们是老乡 哦 是这样啊 从同一个地方转学到这里 又被分配到同一个班级 真是非同一班的缘分呢 好 你今天下来呢 说你们俩了 敢帮我照得多好看啊 好了 请大家安静 大家都看到了吧 我们班来了个转校生 而且一下子来了两个 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叫张生 请大家多关照 大家好 我叫徐爱莲 以后请多关照 张生坐到礼节旁边 徐爱莲坐到李一龙旁边吧 老师 来了转校生 就这样拉倒 太可惜了吧 有什么可惜的 那你想怎么办呀 要让他们表演一个节目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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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那表演一下吧 嗯 徐爱莲 你先开始 舞长 我也没有什么拿手的 那我就边唱边跳吧 我心爱的小马车 好帅啊 你就是台湾匹 你若是变得乖乖的 呀 今儿我就喜欢你 滴答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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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爱的小马车 你就是台湾匹 你若是变得乖乖的 我心爱的小马车 你就是台湾匹 你们辛苦了 回到自己座位上吧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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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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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去哪儿带上我啊 走啊走啊 快点 问你件事啊 什么事啊 你出来一下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我也是 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 你这个 是为了火车上的事道歉吗 那就 都在里面了 又见到我感觉如何 是啊 我看了你也觉得很意外 很吃惊呢 很高兴喜欢 两个里面选一个 很高兴 又见到老乡了 我妈 很喜欢 什么 因为再次见到你 看什么呀 你什么呢 你看我啊 别烦我啊 你刚才想问我什么事啊 难道你们早就认识啊 谁啊 对啊 我们是从一个地方来的 哦 原来是这样 我叫李一龙 原来你叫李一龙啊 我叫 你叫薛爱莲吗 对啊 刚才我介绍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不过那次真的谢谢你 上次要不是你的话 我们还找不到呢 姥姥也谢谢你 我只是告诉你我知道的 那也应该谢谢你啊 嗯 怎么说 那天也是我第一天来北京 还东南西北分不清呢 也生地不熟的 不过还真挺奇怪的 西 我是说我的家 好像 就感觉被分成了两半 完全不同的世界 虽然我的家 和那些又大又漂亮 又豪华的房子不一样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家好 还是蜃楼 还是还是蜃楼 不过以后 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的话 还请多多指教啊 你可别相信我 我还称不上模范学生 更不是什么优等生 你是笑唬我吗 也许是吧 张生 我带你参观一下校园吧 你今天刚转来 一定还不是很熟吧 是啊 那我会给你点麻烦吗 那有什么麻烦的 现在刚好是午休时间 我就带你这几个地方 随便 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随时问我 我会帮助你的 有什么需要 你也可以随时找我 好的 谢谢你 走吧 走吧 和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用了冰冰 这么快就输起来了 那边是我的房间 你是吓过我吧 你赶紧说说说说 怎么回事啊啊 快说 你看我没说错吧 李杰肯定是看上张生了 你是说她被那么高傲的李杰小姐看上了 李杰公主的初恋 马上就要开始了 少爷 少爷 您怎么来了 是董事长派我来的 请吧 那是谁啊 我原来还以为 他虽然日子过得不一定比我家穷 不过也就是一般家庭 看来张生还挺有钱的 长得又帅 唱歌又好听 再加上有钱 真是酷弊了 看来我们学校终于出现两座大山了 什么两座大山啊 两个男生都长得很英俊 气度都很非凡 加上家里又有钱 我说的是张生和李一龙啊 你说什么呢 张生长得再英俊 也没有我们家李一龙帅啊 哎呦 怎么了 张生怎么比不上李一龙了 哎 我一看就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一看就能猜到那副穷酸像 你们知道马上就要考试了 还不赶紧回家学习 免得考不到好成绩又要瞎唠叨 走 一龙走吧 你先回去吧 知道了 明天见 嗯 你又见到我感觉怎么样 是啊 我看了你也觉得很意外 很吃惊的 很高兴喜欢 两个你们选一个 很高兴又见到老乡了 我嘛 很喜欢 什么 嗯 因为再次见到你 薛月莲 李一龙 你想什么呢 竟然不知道我在后边跟着你 没什么 没什么 没走错回家的路吧 没有啊 这就是早上上学的路啊 我记得 看来你还挺有方向感的 当然了 那天我问你路是因为我初来乍到 但是走过一遍的路 不管是房子还是路 我都能记得 因为来这之前我是送牛奶的 你姥姥好像人不错呀 嗯是啊 我的姥姥特别好特别好 你的姥姥也很不错吧 曾经是很好 曾经是很好 我的姥姥和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去世了 但他们对我都特别好 哦 怪不得那天 你一直盯着我姥姥看呢 你一定很想念他们吧 嗯 那你对我好 也是因为我姥姥的原因吗 你家往哪边走啊 这边 嗯 你呢 嗯 从这儿离你家很远吗 不远了 一会儿就到了 那 我们 应该离得挺近的吧 我不是回家 自己小心点 嗯 拜拜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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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从来没有碰到过 让我如此心动的人 他们俩到底会是什么关系啊 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给你拿点什么喝的吧 不用了 我好想吃多了 想出去散散步 消化消化 顺便附近转一转 不会有事吧 我会小心的 如果有什么事 一定要立刻打电话 是 别光放在那儿 拿着钥匙去看看吧 妈妈梦梦以求的 不就是那个吗 难道你不想看吗 这把钥匙 到底会让我看到什么 我真的很紧张 而且妈妈不知道 该不该收下它 是叔叔送给您的 当然得收下了 再说收到礼物 得当场打开才合乎礼节 这是对赠送礼物人的礼貌 我走了 我走了 姥姥 我一会儿要出去一趟 还不熟悉路呢 你要去哪儿啊 我想去镇长叔的地方 什么试镜的地方 可能会有雅妃的消息呢 你不是说马上就要考试了 得复习吗 可我等不到周末了 我晚上也可以复习的 我们干脆报警吧 不行 如果报警的话 如果说 徐亚妃离家出走 那学校会有记录的 我不想 我不想让她背着这个名声 去新学校 是姥姥考虑不周啊 那就照你说的办吧 对了 姥姥 你记得那个 给我们指录的男生吗 可能是我们有缘吧 他现在是我的同桌 他可是非常崇拜您呐 托姥姥的福 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同桌 对了 他还说非常非常喜欢你 我要走了 对了姥姥 您见到妈妈的朋友了吗 余小妈 那个阿姨叫余细瑶啊 干嘛突然问这个 是她安排我们来北京的 如果我们不早些去的话 人家会不高兴的 如果姥姥觉得辛苦的话 还是让我去吧 我去 你不能去 姥姥 我去 我去表示感谢才合乎情理了 你小孩的家去不合适 人家会更加不高兴的 我 我会处理的 这次是我先考虑了 那我走了 搬运工 我还是挺装的 最说还有张叔送我的自行车呢 月薪二百 提供食宿 那就是含火食住宿了 好啊 睡觉还是要在家里吧 到底选哪个好呢 你一个人在嘟囔什么呢 张生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在教屋处看到学机部了 多亏他才知道我们非常有缘分 你看了学机部就找到这儿了 我也住这附近啊 你住那头 我住这头 喂 你看什么呢 什么 是前面的还是后面的 哦 什么 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个 嗯 当时钱多的好了 哎 对了 你知道三师傅村在哪儿吗 你跟我一起搬来的怎么会知道呢 偶尔是笨的 偶尔 哎 看到那个你就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吗 怎么了 哦 没有 这不行 这肯定不行 这也不行 不行 不行 嗯 你们干嘛呢 哦 雅飞要找工作 没有适合的 就是 哎哎哎哎哎 哎 看这怎么样 哎这不正适合抽小鸭吗 啊 啊 每天还可以吃到鸡肉 哎哎我看靠谱 你们让我去送货呀 那当然了 你以为的 嗯 哎呦 你看看这个 嗯 我们刚到北京没多久 就试着找找吧 谢谢 你还会说谢谢啊啊 不过还真是不可思议呢 什么 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 而且上同一所学校 真是够让人吃惊的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其实我们也挺有缘的 所以呢 你不喜欢吗 不是 不过 你跟那个李洁 熟得可真快啊 他呢 人很热情 长得也漂亮 你喜欢他啊 嗯 还成吧 你嫉妒了吗 我嫉妒 我为什么嫉妒啊 不可能 我没嫉妒 哎 哎 哪儿啊 哪儿啊 我嫉妒了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对吧 我们还做过比这更亲密的事啊 你把这更亲密的事啊 费死我了 我还要给你买一个身材一级棒的真正的模特价给你 我还要给你买世上最贵的缝纫机 还要给姐姐买按照姐姐想象的那种着色很好的好布料 你不信吗 一言为定 拉公 真的 嗯 真的 真的 嗯 嗯 嗯 你在 教室里表演的 什么 你在工作间里 不是也表演过吗 我看到过你在工作间里又唱又跳 也看见你在哭 一定很好笑吧 我也觉得挺好笑的 而且我还哭了 不过在累的时候 那样很能鼓舞士气呢 你很操心啊 现在很伤心吧 我一定要找到雅飞 我一定能找到她 那伙骗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也问过办公室附近的人 没有一个人知道妹妹的下毒 你打算怎么找啊 你又说不能报警 有很多钟 我只能准备 有很多人知道的 那是死者 我怎么想谈的 我怕了 有很多时候 感谢观看 我再说一遍 我根本不知道阵营的下落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相不相信 是会长大人的自由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你不想知道成名的消息吗 关于那位朋友的消息 我不想从会长这里听到 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至于他不幸的罪魁祸首 不正是会长大人您吗 我接受成名的委托 将阎西和阵宇接到我这里来 并且保护他们两个人的安全 是我坚守了成名的友情 把我变成一个连友情 都不能坚守的男人的人 不也正是会长大人您吗 如果不是您朴会长 四处找寻阵宇和阎西的下落 他们两个人会一直 安然无恙地待在我这里 隋阳帝下令开蛙修建南北大运河 他那样没吃没睡挺累的 反正是看不下去啊 我想是受骗了 受骗了 骗得不知亚非一个 南北大运河将前塘江 长江淮河 黄河海河连接起来 如此浩大的工程 立于千功万代 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呢 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 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连接了两个文明 使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逐渐成为一体 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 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 长江流域 你怎么不用笔记 仍然是政治中心的北方 向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 大运河的修建 使中国水运畅突发达 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 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 自清末改曹运为海运 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摆了 慈阳帝为中国后代子孙万代 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他对中国的功绩是不朽的 是很难有人逼迷的 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一块吃吧 好吧 好香啊 好香啊 你给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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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这什么味道 到底什么味道啊 好臭啊 好臭啊 徐安琳 你带的什么东西啊 好难闻哪 有味就把窗户开开呗 你带的正是我喜欢吃的菜 让我吃点吧 就是这个味道 真好吃 真好吃啊 真好吃 我再来一个 很好吃啊 明天再带过来吧 是吗 谢谢你 齐鸡 combines 不会带有味的午饭了 哪里啊 真的很好吃啊 借姥姥的光了 看来 你姥姥做饭的手艺不错 那天 让我品尝一下 你姥姥做的饭菜 如果你答应的话 我可以对你更好一点 看你的表现吧 吓死我了 我想问你一件事 说吧 你 是不是眼睛不好啊 我不喜欢学习 更数本无缘 不是这样的 我看见了 你很努力的 其实啊 我也有烦恼的事情 一想到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很茫然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啊 说的也是 不过不知不觉就说出来了 同桌不就应该这样吗 很多话不能跟别人说 但是 可以和同桌说 这就是同桌吧 是男独症 男独症 乱看自说话 一定很费力吧 听了我的秘密 不必勉强说出自己的 在我们搬来之前 我的妹妹就先来这儿 可是我找不到她 离家出走 说是实现自己的梦想 看来这样的孩子 还不止一个呢 有一个 你是不是担心 你妹妹做坏事啊 不 她是一个不达目的 不怕羞的人 但是 绝对不会干坏事 虽然不担心这些 可是她在这儿 没有吃的 没有住的 也没有钱 什么都没有 她一定受了很多的苦 我很羡慕这个傻妹妹啊 我 哎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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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等谁我跟你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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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哲生 我不喜欢别人捧我的身体 真的很不喜欢 原来是这样 不过你说的别人 是指所有的人吗 只有我允许的人除外 还有我喜欢的人也除外 就算他喜欢的是别人 而不是你也一样吗 如果不信任的话 那么就不会敞开心扉 也不会把心给的 那真抱歉了 可能你很快就会关上 你敞开的心扉了 如果我的音乐没有错的话 可能你马上就会收回 自己的心了 你什么意思 算是对你的忠告 预言 你怎么想 管它是忠告 还是预言呢 等等 李杰说对了 什么 你白费力气选择对象啊 你能不能说得明白一些啊 好啊 那你就走出大楼 到我说的那个拐角处的长椅 去看一看吧 为什么 可以看到李杰想让你看到的画面啊 不过真的让我很失望啊 江山怎么能看上徐爱莲那样的女孩子呢 徐爱莲是不是有点低于平均值啊 还是李杰看人有眼光啊 你说什么呢 因为李杰喜欢你 所以我特意提醒你 李杰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徐爱莲 既没长相又老土 那样的人还想勾引李一龙 简直太不像话了 也难怪李杰会不高兴 不管怎样 你还是先到我说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吧 徐爱莲真是太讨厌了 我都这样了 更好看李杰呢 徐爱莲应该知道自己的分寸才对 相伴老 看不起我们不觉得可笑吗 真是的 张胜 你应该和我和李杰的想法一样 你 哼 终于替李杰出了口气 徐爱莲 你这样的村姑 也敢勾引我们李一龙 哼 哼 什么 李杰跟你是双胞胎 她是比你早出生两分钟的姐姐 嗯 那这么说 李杰都知道了 她知道你搞音乐的事情 知道难读咒 她现在只知道我搞音乐的事情 要是你跟她说的话 她肯定会帮助你的 那你为什么 我说不出口 也不想看到父母们失望的表情 话是怎么说 但是 你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搞音乐啊 那 早晚也要说的吗 到时候再说吧 排练室在你家公交车站附近 来玩吗 原来是因为排练室在我们小区你才来的呀 真的可以来玩吗 我邀请的当然可以了 不打扰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现场的演奏和演唱呢 一定很酷吧 你说到排练室去是真的吗 你想被骗吗 不要 快 不要 去打扰 我 準 周晓鲜 孟知 那这回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了吧 我真是不明白 你们这些男孩子 到底什么时候 才会成熟起来啊 我就是无法理解 你也好 李一龙也好 客观地来看 学安连他正是 是我看错人了 什么 你知道吗 就算脑子里 装着世上所有的知识 每天吃着山珍海味 想尽高档的物质 那种人 就连学安连他 一根脚趾头都不如 这话 你是在说给我听吗 随你怎么想 管他说的是别人 还是你自己 你才了解我多少 你就这样说我 因为我很了解学安连 现在 我终于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说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徒有其表啊 爱情缺乏症患者 你 听说你一直是全销第一名 看来记忆力只能挺一天 我不喜欢别人接触我的身体 非常不喜欢 我允许的人 还有我喜欢的人除外 我希望你能听明白 张生 能出来一下吗 我想说 午饭的时候谢谢你 怎么了 我脸上有东西吗 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那么轻浮 轻浮 你干嘛这么说我 我最讨厌 四处留情的轻浮女人 你过得还好吗 你过得还好吗 偶尔也想过我吗 曾说过的所有的话 不会前往了吧 追赶你杯酒吧 没痛没脑的 我怎么了 表达能力就这么差吗 竟此是我亲密 竟此是很不想不动 竟说出这样的话吧 不要随便和其他人拉舟 不要随便对其他人微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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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珍与荒唐 一龙哥 都快考试了 你非要折腾我是吧 考试 也没看到你负起功课呀 怎么又改变主意了 不是达碎不同意吗 不是你说的吗 这个星期之内 如果学不会骑自行车 就会被炸气垫解雇的吗 可你刚才还不是这个态度啊 你赚了钱才可以回家 回了家才可以上学不是吗 你就那么希望我回家 一秒钟之内 你要不上车的话 我就走了 慢点 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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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河畔草 玉玉圆中柳 枝上有棉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曹与柳 在古代诗词中 要说明其中的 第一楼 你来了 等了很久了吧 没关系啊 其实等人也挺有意思的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在哪儿呢 那边 请问你们看够了吗 不用客气 我们都是同龄人 我还以为又是从农村来的小丫头呢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丑小丫呢 她不是说回来等我吗 丑小丫 炸鸡店呢嘛 丑小丫是谁啊 就是从农村离家出走的丑小丫啊 哈哈哈哈 哎 什么东西 礼物 哎 那我们呢 对不起 下次一定把你们的带来 我送外卖来了 她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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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夏来了 春夏来了 小飞 姐姐 小飞 姐 快回去 姐姐 好可怜的 我可怜的孩子 你把姥姥吓坏了 对不起姥姥 对不起对不起 不生气了 姥姥 我又冷 又饿 又害怕 还睡在街上 我每天都想念你和姐姐 我好想念姥姥 炸的臭豆腐 可怜的孩子 一定受了很多苦吧 不就是炸臭豆腐吗 姥姥这就可以给你做 臭丫子 怎么想到要偷钱逃出去的 非要打你一顿不可 姥姥我做了我做了 姥姥 我做了 姥姥 姥姥 不生气了 李一龙你好 是我 徐爱莲 是不是吓了一跳啊 作为好朋友 也不知道送你什么好 最后决定送你这个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就好了 首先是语文 我挑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 以及考试有可能出来的问题 我在以前的学校 可是出了名的鸭体女王大宝 只见不知的颤抖 好 开始吧 满天是模糊的行动 蛤牌子草 人温柔 人温柔 上浮水 又温柔 却变强伤心的理由 等到场景温柔 变得慢慢尽求 是否还会祈求天成的宇宙 假的与你 非常可惜 是默然微秀 还见美丽的双眸 是否还会无翁无忧 是我还在停留 而爱早已远走